这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一心扑在红娘事业上 自己终身不嫁 却想方设法地给闺蜜找对象 不料忙到最后 丘比特之剑反而射中了她 坚持不婚主义的她 最后会怎么选择呢 艾玛是一个富家大小姐 被父亲和家庭女教师宠溺着长大 21年来 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她热衷于作媒 却经常乱点鸳鸯谱 艾玛给老师说了没 不久啊就要结婚了 因为从小就没有母爱 她将老师当成自己的母亲 来到她的房间 送了一束鲜花给女教师 祝福她即将步入幸福婚姻的殿堂 艾玛父亲可不这么认为 她并不希望女教师嫁人 觉得她不用结婚 在这里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因为多年来 家人对她的宠爱 艾玛习惯支配和控制别人 不久啊 她又找到了新的目标 寄宿学校里 新收了一个特别寄宿生 她叫哈利叶 是一个私生女 善良又呆谋 不过啊 她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 她把哈利叶接到家中玩耍 以为她和自己一样 同是贵族名门 哈利叶的出现 极大的满足了她的虚荣心 虽然阶级不同 但通过改造哈利叶 她能享受到一种优越感 艾玛带着哈利叶 来到牧师艾尔顿的家中 试图撮合这两个人 可惜啊 业务能力不强 艾尔顿并未看上哈利叶 这一天 她俩又去找艾尔顿 艾玛向她展示了自己的画作 她夸艾玛很有天分 艾玛借着这件事 把话题引到哈利叶身上 问哈利叶有没有画过像 对于呆萌的哈利叶来说 这个朋友简直好极了 从来没有人给她画过 她很开心立马摆好了姿势 艾玛虽然自作主张 把哈利叶画高了些 但在艾尔顿眼里 这幅画趋于完美 还殷勤地要为其装表 她在画框上很下功夫 装表得十分精致 艾玛便自以为是 认为计划成功了 艾尔顿已经爱上了哈利叶 哈利叶还有一个追求者马丁 爱指手画脚的艾玛 并不喜欢这位农民的儿子 认为哈利叶应该找做牧师的艾尔顿 尽管哈利叶自己更青睐马丁 但被艾玛这么一折腾 哈利叶也开始注意艾尔顿 这时马丁寄来一封信 向哈利叶求婚 文笔还不错 艾玛却不相信这是马丁所写 嘴上说着要哈利叶听从内心做主 实际却想让他听自己的意见 在他的干涉下 哈利叶拒绝了求婚 艾玛虽然搅黄了这桩婚事 却丝毫没有感觉愧疚 他认为这样才是对哈利叶最好的选择 艾玛的父亲有个好友 奈特利是唯一会指出艾玛毛病的人 他指出哈利叶和马丁比较合适 因为挑剔的艾尔顿 是不会看上哈利叶这种乡下小姑娘的 可艾玛的骄傲自负 使他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还在想象着哈利叶和艾尔顿 能成为般配的一段 两人意见不合 最后自然是不欢而散 艾尔顿在庄园里举办了派对 不巧哈利叶生病了 只有艾玛前去赴会 天空不作美 下起了雪 大家都担心 参加完派对就回不去了 纷纷提前离开 艾尔顿主动提出送艾玛回家 在马车上 借着颠簸的路况 他身体向前一倾 倒在了艾玛怀里 借机表达对艾玛的爱慕之情 艾玛这才知道 艾尔顿从未喜欢过哈利叶 他喜欢的一直是自己 他并没有回应艾尔顿 而是匆匆逃走 这天哈利叶和同学玩游戏 脸上忽满了面粉 他玩得不亦乐乎 正巧艾玛过来找他 哈利叶连忙装得严肃起来 生怕艾玛责怪自己 艾玛告诉哈利叶 艾尔顿并不喜欢他 在舞会上 所有人都有舞伴 唯独没人邀请哈利叶跳舞 他很难过 幸好奈特利发现了他 邀请他一起跳舞 艾玛很感谢奈特利的解围 两人的关系又和好如初 不过即使这样 艾玛仍不放弃 哈利叶寻尼良缘 这次仅剩了许多 给哈利叶介绍了 没落贵族丘吉尔 艾玛认为这次不会错 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因为哈利叶并不喜欢丘吉尔 反而爱上了父亲的好友奈特利 当他把这种好感告诉艾玛时 意外发现 艾玛居然也喜欢奈特利 他这才发现 奈特利对自己的关心 都是出于对艾玛的爱 哈利叶感受到了背叛 他为了艾玛拒绝了马丁 到头来却发现 自己根本跨越不了阶级 如愿嫁给一个贵族 他伤心地离开了 经过这件事后 艾玛陷入沉思 不知道是哪一步出了错 在庄园里走来走去 奈特利前来向艾玛表白 询问他愿不愿意嫁给自己 他望着那真切的眼神 竟然流下了鼻血 心慌意乱下 还是拒绝了他 因为他伤了哈利叶的心 奈特利觉得 可以说服马丁 鼓励他再去追求哈利叶 艾玛决定亲自前往 补偿他对马丁造成的痛苦 中心解释了中间的误会 这方法果然奏效 马丁再次向哈利叶求婚 他过来告诉艾玛 自己的父亲寄来一份信 他是一个商人 并非艾玛所想是贵族 经历这些之后 艾玛和哈利叶重归于好 而一直打算不婚的他 也在阳光明媚的一天 嫁给了爱慕自己的奈特利 该篇改变自 简奥斯丁的同名小说 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 但在对人物的性格 和心理的细致刻画中 让我们能感受到 当时英国社会的爱情观 简医生从未结过婚 却能给我们带来 这样有趣的爱情故事